特别位置嘛,不用对不对 你可以在前面一点,这样子我们直播的时候比较好看一点 好,所以这里 可以,好 那下一位,那个A... 没有,下一位是我,没关系 好,那就先吊嘎先继续吧 对 好,那个大家好,我是欧兄的吊嘎 那那个目前会... 我分享一下我的画面 本来是想要接在那个Disfactory的后面 因为我们这个专案目前是从Disfactory那边Folk出来的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前端的画面 然后上面下已经有非常多的点位 其实也是那个Disfactory那边来的啦 然后我们目前我们所做的进度 就是已经把Disfactory的前端跟后端大致上拉批成 我们需要的内容就是原本是通报工厂 然后现在变成通报仪式黑熊出没 所以它的使用方式一样是我进到前端这个front page的时候 就是显示地图跟已经有的通报点位 然后按通报仪式黑熊出没之后 就是会出现一个原点 我就可以在上面选择一个位置 就是要通报黑熊出没 然后之后可以新增照片 然后这个照片就会直接上传到immigrant 然后我下面就可以再填写其他的资讯 像是遭遇到的时间 然后我们有一些额外的资讯就是对研究有帮助的 譬如我可以选择我是在森林遇到他 还是是在住者方社遇到他 然后一些相关的环境的一些条件 然后是不是有一些吸引黑熊的接近的地方等等 那我们像Dispackery他另外会调查这个工厂的类型 譬如他是什么食品加工厂 还是一些什么电镀工厂等等 那我们大概就是分成三类 就是目击黑熊或者是发现痕迹 或者是其他的类别这样 像是目击黑熊的话 我们进去了你就可以填写他是目击的 譬如个数啊 然后是成熊还是幼熊 那另外我们也会收集一些黑熊行为反应 就是譬如当下这个人是不是正在 正在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遇到黑熊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这一些都是进一步 可以让我们对黑熊的行为 来了解的部分这样子 然后未来我们需要加强的部分就是 希望接下来要继续的强化后段的开发 因为我们目前基本上都是做拉皮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渐渐的把这一些内容 变成适用于我们的情况的资料 所以会需要加强资料的重构 那这个部分就会需要是对Domain跟Codebase 有比较高的掌握度的朋友希望可以帮忙 然后再来就是譬如我们刚刚展示的前面 我们的前端已经有一些新的问卷的题目 然后目前也都还没有跟我们的后端串联在一起 所以这个也是接下来要着手的 那这一些基本的建设完成了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开发一些新的功能 譬如说我们在这个前端看到的 我们在刚刚这个页面看到的其实是Google的地图 那Google地图对于在山上活动的一些登山者 寻山源其实资讯会比较不够 譬如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一些比较详细的登山步道 或者是山上的一些重要的标的 所以未来就会想要加强这个部分 就是譬如我们可能把这个地图的图资 改成比较适合山域的环境 然后可能也会增加一些地图送寻的功能等等 所以我们的需求一样 我就是放在我们的这个提案投影片上面 所以就是征求前后端的工程师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会需要UX跟UI的生理师 来帮我们改善我们的整个流程 所以谢谢大家 我是还有时间是吗 还有50秒 好 那个跟大家分享个影片 就是我们 譬如就是我们收集的类别 就可能会有像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或者是类似这样子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系统之前 我们用比较手动的方式 涂炮的方式收集来的资料 那我们未来就是希望可以把整个 台湾类似的案件都收集起来 增加我们对黑熊的了解 所以谢谢大家 好谢谢吊嘎 好那下一个是 这后包是我 然后那个A4请准备一下 希望可以来看一下 好 ao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